反正裡面就在index 你記得把它彈出 再複製貼上 不然如果你直接從這邊複製貼上 好像會有很多的 中間多很多 不應該出現的換行 OK 好 那就彈出就OK了 把它複製貼上 再來的話 我做完之後 可能會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103 對不對 103 那如果說今天遇到一個問題的話 你的資料 可能你的是一個 這個是可能是客戶資料 那假如說客戶資料呢 會怎麼樣 會增加嗎 比如說可能又增加到105 有沒有 然後呢 裡面的資料 隨便複製幾個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又複製3 假設了 這幾個人 假設又多了幾筆資料進來 那問題來了 我剛剛是103 可是不對啊 103 就怎麼樣 如果我現在就執行的話 他一定就停在哪裡呢 停在103 所以如果把它執行 103 欸不對啊 那這個就不對 不是10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嘛 把它改成108不就好了 是不是 那你就永遠改不完 每天就改這個就好了嘛 所以呢 當然不是這樣做啦 這個10多少 有個方法啦 有個方法啦 一般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可以透過一個物件 叫做range 這個range指的就是哪個儲存格 或者是哪一個範圍 都可以指叫做range 這個range 比如說我游標放在range A4 然後Ctrl向下 Ctrl向下 Ctrl鍵就是方向有沒有 它就會停在哪裡呢 108 有沒有 Ctrl向右 就是這個邊界 這個範圍裡面的最右邊 Ctrl向上 上下左右 就可以按住Ctrl有沒有 它就會去抓到 你這個範圍的邊界 應該沒問題吧 OK 那當然如果你加上一個 所謂的那個 shift就是選取 有沒有Ctrl shift向右 向下 它就是整個選取 shift就是選取啦 多一個選取 如果你沒有按shift 它就是只是移動而已 移動到這個範圍的上下 左右邊界而已 OK 好 那我們如果說要把 這個概念用在VBA裡面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第一個 有沒有要放在A4 對不對 那在VBA裡面怎麼寫 其實就是把這個改一下 改個range 所以這邊要多學第二個物件 叫range range 哪一個range 它會問你說哪一個儲存格 那它最簡單的方法是 直接打個A4就好了 點一下 這個A4的鏡頭 打個1 end就出來 或者打個end and其實就是Ctrl鍵 你按住之後 它有個空白鍵一下 空白鍵就是幫你輸入 然後前刮弧 特別注意喔 前刮弧之後呢 後面各位可以出現 有沒有 XL down 就是向下 那當然你可以向右 向左向右有沒有 它就會有四個方向 那你用選的啦 盡量不要用自己打 因為之前有同學打那個 X應該是L 可是它打成1啦 XL down 空白鍵一下 然後後刮弧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要取得什麼 點一下 我想知道一下喔 Ctrl向下之後呢 它的列號在哪裡 所以打個Role 列 有沒有 列的話就是Role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會回傳告訴你 它的列號在哪裡 OK 所以這個底下清楚也是一樣 所以Ctrl C Ctrl V 這樣子就可以知道 它的最下面一列在哪裡了 所以以後的話 你當然可以 如果你一下子背不起來的話 以後你也可以Ctrl C Ctrl V貼上就好了 那你就放在 後迴圈的後面 那個數字就OK了 好 那我試一下喔 剛剛喔 它會卡在那個 底下這個103 那我現在會不會卡住呢 試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當然清除一下 清除 再一次 剛剛是會卡在103 現在呢 全部過了有沒有 再來清除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刪掉了 假設這個地方 刪除了 又回復到103 當然有變動對不對 這個做執行 它會跑下去 不會 它一定是怎麼樣 從Ctrl 就是A4Ctrl向下 去抓到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的列一定要等 一樣喔 你不能說有的 有的多有的少 那這樣子當然就不會是正確的 不過通常喔 一個資料一定是完整的 那一定以哪個 大概會以編號去追蹤啦 因為編號是 一定要有的資料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追到了 OK 第一個問題就解決了 所以以後就是寫成這樣子 有沒有 Range A4Ctrl向下 抓到的那個列 OK 用理解的嘛 當然你不用背啦 打個幾次應該就熟了啦 OK 好 第一個問題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就是怎麼樣 那我們做好了 可是喔 總不可能以後呢 就在這邊去執行他吧 對不對 你不可能說 然後呢 感谢观看